路加福音第48天 每日清敬神 这圣经仍使你 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 但愿今天你能够从神的话语里面 清敬祂得着亮观 路加福音15章11-32节 死而复活 失而复得 耶稣又说 一个人有两个儿子 小儿子对父亲说 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 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 过了不多几日 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 往远方去了 在那里任意放荡 浪费资财 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 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 就穷苦起来 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 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 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甲 也没有人家宠吉 也没有人给他 他醒悟过来就说 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 口粮有余 我倒在这里饿死吗 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 向他说 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 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 把我当作一个故宫 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 乡里还远 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此心 跑去抱着他的景象连连与他亲嘴 儿子说 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 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 父亲却吩咐仆人说 把那上好的袍子块拿出来给他穿 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 把鞋穿在他脚上 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 我们可以吃喝快乐 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 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 他回来离家不远 听见坐乐跳舞的声音 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 仆人说 你兄弟来了 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地回来 把肥牛犊宰了 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 他父亲就出来劝他 他对父亲说 我服侍你这多年 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 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糕 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 但你这个儿子和仓妓 吞进了你的产业 他一来了 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 父亲对他说 父亲对他说 儿啊 你常和我同在 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 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 失而又得的 所以我们礼当欢喜快乐 今日经文中的比喻 仍然是耶稣为了回应 法利赛人拒绝罪人的态度而讲的 如同前面两个比喻的重心 在于寻找失扬和寻找失钱的人身上 今日比喻的重心 则是那位充满怜悯 等待孩子回头的父亲 其实是代表神自己 而浪子就好比在外漂流 不认识神的罪人 至于大儿子 则是代表瞧不起罪人的宗教领袖们 神对罪人的态度 如同比喻中的父亲一般 虽然儿子过分地要求提早分家产 但父亲顺应所求 一如神容让罪人走自己的道路 但是父亲日日在门口 窃望等候孩子回家的心 很贴切地描绘出 神对于那些 仍在羊圈外流离失所 得不着灵魂安歇的罪人 是何等地关注与爱护 远远地看见孩子走进家门时 父亲再也经不住心中的恋爱之情 快快地跑向浪子 不带他说完话 就以实际的行动 表明愿意与他重修就好 如此的接纳 更显出神对罪人的宽容 与体恤是何等浩大 甚至在家中所摆上的宴席 也象征天上一同欢乐的庆祝气氛 这对每一个神的儿女而言 都是极大的安慰 因为我们知道在神眼中 一个真实认罪悔改的人 必定蒙神的连续与爱惜 所以我们只管单单凭着信心 来到神的面前 享受神张开双臂 大大拥抱我们的爱 因为我们就是那些 从死亡里面 被神重生过来的人 是在世界迷失 如今蒙神恩召回的人 另外一个次要的主题 让我们警醒 就是不要成为像大儿子一样 自意的人 虽然长久在父亲身边工作 却如同一个不认识父亲心意的陌生人 到后来 当小儿子在家中享受被迎接的欢乐时 大儿子却在家门外生气不平 我们不晓得之后 大儿子听了父亲的话 是否会顺服地进去享受 弟弟回家的欢乐 但是我们现在就可以做决定 决定不再像一个故宫寺里 想要透过工作讨神的喜悦 乃是存着信心 相信神的爱与怜悯 单单地享受祂的爱 并且像神一样 对失丧者付出爱 天父 求你赦免我们 尝试用工作来亲近你 却不是用信心讨你的喜悦 愿我们能有浪子从最终醒悟过来的恩典 快快地奔向你的怀抱 享受你家中一切的福乐 祷读神的话 祷读神的话 各位都是你的 只是你这个兄弟 是始而复活 始而又得的 所以我们与它欢喜快乐 阿们 主啊 谢谢祢 谢谢祢 谢谢祢告诉我们 祢常与我们同在 主耶稣 祢的一切都是我们的 阿们 祢 让我们也能够看到那些世上的羊 回来的时候 我们也是欢喜开心 阿们 是的 我们要欢喜开心 因为主你是喜悦人得救的主 阿们 你说儿啊 祢常和我同在 谢谢主耶稣 让我每一天都经历 主祢与我同在 阿们 主耶稣我每天都经历 与祢同在 因为祢说儿啊 祢常和我同在 我一切所有的都是祢的 主耶稣谢谢祢 祢将祢那最丰盛的为我们预备 主耶稣祢什么好处 我们都不缺 因为祢一直与我们同在 主耶稣是的 祢一直与我们同在 主耶稣谢谢祢 让我们可以一同与祢欢喜快乐 去迎接那回家的人 主耶稣也迎接那罪人 要迎接那些 也能够到祢面前悔改的人 谢谢主耶稣 因为祢这样子应许说 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 主阿世在我们当中 有许多的人 祂不认识祢 祢落在二者撒旦的权势里面 父阿帮助我们能够得回这样子的兄弟 一致一致他们可以死而复活 阿们 主耶稣当我们看到兄弟死而复活的时候 主耶稣求祢给我们一个向祢感恩的心 主耶稣让我们有一个与祢一起欢喜快乐的心 主耶稣因为我们知道 祢珍惜的是所有私上的灵魂 主耶稣你要的是我们能够救更多的灵魂 我们传扬更多的福音 主耶稣就把那个传福音的喜乐 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当中 主耶稣是的将那个传福音的喜乐 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主耶稣因为我们常与祢同在 我们的一切都是祢的 谢谢主耶稣爱我们 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成为 那个传福音的使者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耶和华 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 直到永远 愿神祝福我们